台湾籍的47岁朱姓男子 在泰国曼谷旅馆中遭人杀害 手段凶残 逐渐罪行进展 泰国警方迅速逮捕两名外籍嫌犯 两名嫌犯向警方攻城 一名泰国女子告诉他们 死者很有钱 目前警方正在追查 这名关键女子的下落 而整起案件是16号这天 泰国警方在旅馆内 发现死者被人捆绑 房间内遭到洗劫 死者的行李箱跟保险箱 都在房间内相当凌乱 透过他的护照 确认身份 现在泰国警方以谋杀罪 逮捕40岁及21岁的外籍男子 40岁的嫌犯还是外语教师 两人攻城 一人负责施暴 一人负责把风 都否认杀人 详细的案情人待 后续追查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